各位作為介紹一下好 我是拍張什麼時候的這樣 就是剛剛老師有說 我們是不是真的很有事 對 我要說我們真的很有事 但為什麼我們會這麼多事 因為政府讓我們必須這麼多事 我們必須做這麼多事 然後我要先講 我們在簡報上的照片 這是我們在校內辦的活動時期 就是我們做了一張 讓我在中文中傳貼箱特段的版本 然後讓對這個議題有所關注的東西 你可以拿著這張版本 然後拍下一張照片 然後他對這議題的關注 然後在我們上傳讓我們很深專業 對 然後就像我剛剛講 就是活動子儀 所以我們在上禮拜還發了一份 我們自己整理的資料 就內容上有程序上的問題 還有歷史上內容上的問題 就是我們自己整理的 我們藉由在每一班發一份的方式 然後傳閱 因為我會希望每個人都可以來到這個議題 因為就我自己的感覺來說 我們女共氣氛上比較死氣層層一點 就是比較保護手把 所以我會希望就這個方式 讓大家可以開始去關心我們這個國家 就是我會希望這個特剛件事件的淡出 然後大家就好啊然後再去躲出 我希望這只是一個開始 就是一個大概開始關心這個社會的開始 就是我對我自己這個校內的起始 然後就為什麼我願意花自己的時間 就是我一個準學特身的時間來做這些事情 我會說就我的初衷很簡單 因為這是我們的教育 我們勢必在評審而出 去做出一些自己的改變 我想要掌握我們自己以後的未來 而不是由政府來決定我們該學什麼 我們該怎麼樣去思考 然後就像我剛才講的 教育是我們切身想法的事 我們一天要花八個小時的時間 來學校 我們讀的是什麼 老師用了教材 不是每次我老師都像一級老師一樣是不用課本 但是到時候老師用了都是教科書 很多學生可能會發現說 不教科書幹嘛 結果就是今天浪費時間的事 但是我要說 真的浪費時間的事是 以後學弟妹也必須讀一本 根據不正當的課本 所聽出來的教科書 那才真正浪費時間 對 然後 我會覺得 像這是那種上市果色裡面嘛 那我會覺得數字裡面方面 就是數學自然裡面的方面 是 比較偏向企乎層面 像是 因為數學跟資產它都是有一個 一定的答案 所以它的調整 比較不會影響到我們 但是 國社裡面它影響到的是我們思想 就像剛剛那位市長講的 我不知道我們自己過去發生什麼事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 我們的土地 我們要怎麼去看自己跟這世界的關係 我覺得國社裡面影響到的是 像我剛剛講的思考 還有我們看這世界的方式 我們看自己 看台灣跟這世界的理解 所以 我也想要去花一些時間 去做出這些改變 然後 就是 在正義上有兩個嘛 一個是程序 然後第二個就是內容上 然後內容上我剛剛有講一些 然後 加教育 你看應該還會在講什麼 然後我想要先解解一些程序上的問題 就是 現在這個科學問題 從九八課剛開始 九八課剛是 所有領域的調整 對 博社還有柱子 但是 在中間 博社裡面就被擱置 被沒有理由擱置了 然後 塗成科學問題小組 輕易調整後 產生的是 101課剛 101課剛 就被教育部進行 措置貪汙內容 俯正及複製法 是檢核的理由 附成一個 檢核小組 那檢核小組 它並不只有 在說 措置了貪汙而已 甚至對我們課剛 做出了這些調整 雖然說 教育部都只會一條一條 但其實你仔細去看的話 會發現 它明明就做了大部分的調整 像 我舉個例子好了 就是 今天 很熱 你把它改成 今天不熱 因為我上次有很大的差異 那教育部會說 沒有改啊 出來是一樣啊 對 那就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 訊息困難的問題 然後數字領域 它是 它是一個有法的依據 然後很正大的調整 像是在公司那方面 差不多在七天內 在北中南辦了三場 所以 第一線教育是有 足夠的時間去參與 然後了解到底做出了 什麼些調整 然後表達你的意見 但是 骨色領域的話 是在兩天之內 就辦了三場 有很多老師都反應說 在收到公文後 甚至是根本沒有收到公文 如果第一線的教師 沒有參與到課程公聽會 那他要怎麼去 表現到 做出了什麼些調整 還有 這個課題 又怎麼可以反映到 我們學生的需求 或是老師教學的需求 對嗎 這是一定有個問題 那第三個是 影響作業的問題 因為 教育部拒絕提供 會議內容 然後還有 委員名單 所以這部分已經被 違反政府資訓公開法 被判一個敗訴 但是即使是如此 教育部還是願 還是要搶避這個課 然後我覺得 這是一件很荒謬的事啊 一個違反政府資訓公開法的課綱 要怎麼去定念一個教科書 然後讓公文 然後再來教我們 所教政府資訓公開 是一件很矛盾的事 藉由一個不正當的教科書 然後教我們所做政府資訓公開 然後第二個是 這次他們的投票是由 委員寫下意見書之後 然後交由主席 並非當場開票 是私下投票 而且 那是意見書的問題 如果你是比較 磨人良可的答案 那可能你居然就會 以他的主觀醫師去決定 你的想法是什麼 因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都說 投票的爭議 投票的爭議 但是今天 他們就違反這樣的爭議 然後他的定義出一個 我們要學的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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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第三個是 簡而小組裡面 並沒有台灣式的專家 其實還是有一組專家 他是中國式 世界式 但是就是沒有台灣式 就舉個例子 你今天在調顏料 你家有寶藍 燕藍 青鳥藍 各式各樣的藍 他終於還是只會是藍啊 你沒有加入其他的顏色 他總會有一個不一樣的結果 然後這顏色我會覺得就是 台灣史不下去參與的課綱 我們會需要一個台灣史的專家 他的討論 可以激上一個不一樣的國話 然後呈現出一個 比較關的事實 因為我會覺得 客單他是 他必須呈現的是一個事實 因為他是我們一個 建立自我認同非常重要的素材 我們要知道我們過去發生什麼事 我們還可以知道 我們要怎麼去面對未來 可以看待台灣 然後今天政府就會 以一個 這樣不正當的方式去干涉我們 在建立自我認同這個過程 但是想要阻擋我們的思考 就是像剛剛講的 這是一個洗腦的過程 這是一個政府在測我們底線的過程 從之前的服貌 到今天的課綱 甚至之後12年給我教課綱 政府一直在測我們底線 我們底線到底在哪裡 我們他們是不是可以這樣 一直輪作飛微下去 所以我們今天才要站出來 今天200多所學校的高中生 才願意站出來去做出這些事 在短短的視頻之內 然後 我們在校內 這禮拜三 我們還辦了一場說明會 就 在一半這場說明會之前 我們是蠻緊張 會沒有人來的 因為 就像我剛剛講的啊 校內還蠻保守的 但是來的人還蠻多 而且 就大家還蠻熱烈的討論的 我們的慶行 我們的慶行幫助是 在前面由我們來說明 課堂上 就簡單說明課堂上的問題 原本我們的架構是 讓歷史老師 通通的老師來說 但是 我們詢問的結果就是 老師會說 這是我們學生自己的事 我們自己來講 會是比較好的 他是 會被人說 是不是老師在策動我們 因為我覺得 剛剛我跟彥琦老師聊一下 他會說 像是我們的上一代 他會覺得 我們學生怎麼可能 去做出這些事 我們就是每天在看書 讀書考試 看書讀書考試 我們怎麼可能會有一些 這些想法 去做出這些事情 所以就會被認為 我們是被煽動的 那我覺得 不是 因為 在高中生 甚至國中生 我們一開始有自己的思考 我們願意去做出一些行動 來改變台灣 改變我們這個土地 然後 在後面的討論 我想分享一個 我自己聽到 我覺得很影響神科的話 我們不一定要認同 但是我還是很分享一點的 因為有很多人提出 我們是不是都該有一個 同一個立場 目標 這個 我覺得 對 有目標是比較好前進 但是 雖然我們的立場不同 但是因為我們目標一樣 我們都希望這個 土地變得更好 我們希望台灣變得更好 我們的教育 所以我們可以一起前進 對 然後這部分是我們的照片 像我剛剛講 我們的活動就是 讓大家組這板子 對 然後這部分是我的分享 我會覺得 就很簡單 我們的初衷就是 我們要找到自己的未來 謝謝大家 好 那 好 先坐著好 那我叫做六家凱 我現在是現職的 一中高二的學生 他今天看完 有滿多一中的學長來 有很多大學生這樣子 那我還滿認同剛剛才會在講 最後一段的那一段話 那 就我自己的簡報會 就是 用大標題 以及各個問號和驚嘆號 就大家看到的這樣子 那我今天要講的身份的話 我自己是蘋果書公社的成員之一 那 我們今天公司沒有 那些要擺一碟的貼紙 他歡迎大家的符號來拿 然後 我這邊講的是 學生對於課長議題之行動 所以說我其實自己在 在程序的內容的方面 那 因為大家可能都從聽 網路上不要知道 那我不要想給大家知道的是 我們學生自己的思考的問題 還有行動這方面 而且我自己 要強調說 我今天自己的立場 是以自身的經驗為例 然後 大家看到 那句話是強調 因為我覺得 代表性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 我們都沒辦法代表其他人 所以說我今天 自身的經驗跟大家講說 我們在這方面 而且這段幾年中 從三四月到最近的日期中 那我們到底做了什麼事 那大家聽到 第一句的話 我是想跟大家講說 如果說 當很多社會人士覺得說 欸 學生是又來亂 學生到底懂什麼的時候 那我認為說 那個國民黨的洗腦教育 是做得很成功的 因為一些運動的發生 它是有長期的累積的因素 以及長期的不滿所產生的 那 跟三一八作比的話 這樣媒體有提到這方面的問題 我認為說 我們自己在 跟三一八比較 我們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 對於黑箱的地方 我們是需要出來做抗議的 那其實還是 屬於性質非常不一樣的運動 然後 之後會告訴大家 在媒體之外 我們發生什麼 發生什麼的事情 是媒體沒有爆出來的 因為大家知道媒體會解錄很多 它用解錄的方式 把我們 它想要的議題帶出來 但是在 媒體之外的東西 然後 我在之後會講到 我們現在有三個主持在 主要跟目標的關係 一個是蘋果樹同社 一個是中區的 課綱聯盟的主持 然後一個是 我們長期在推動的 社會關懷 一支實踐於想像 欸 是這樣我還會忘記了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我這樣我帶來講 我等一下會告訴大家的事實 就是在 晨曦以及內容之外 好 那我們要下一頁 然後我來講一下 我們自己的發展度成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 我們是從三四月 來排隊館出這個事情 那我自己是 跟廖蟲文 大家知道廖蟲文 就是常常在媒體上出現那一月 那今天 他在展望完之後 他跑去展望做演講 所以今天就由我來講 然後 三四月台館住行 那我們在策劃 一個樣活動 就是叫做 第一題的啦 就是行動態號 百年風化 就是我們的 五月一號的百年孝星 那我們當天是在 蘋果樹下 我們需要有個 裝飾醫師叫蘋果樹 然後我們在下面做抗議 然後就是被媒體說 是開了第一槍這樣子 然後在媒體爆出來說 開了第一槍之後 我們就進行了很長的一段時間的 內容的探討 以及 裝飾醫的動作 然後包括在這段期間中 我們參與了很多的教授的講座 那我們需要就是 把自己的內涵提升 然後再做各樣的議題這樣子 那當然會很意外的是 我們在五月底的時候 大家知道說 新竹高中 以及中和 那慢慢的出來 然後突然一瞬間 就才慢慢的 就一夕時間 爆了很多的 粉絲專業出來這樣子 那我們當時都在 一夜旅行 然後我們都很 很驚訝 為什麼會發生 這樣的事情 但還蠻疑惑的 因為大家突然就這樣出來了 對 然後再來就是 中區草原平台的產生 那在 應該是在上崗拜 這樣子 對 那就是我們 開來第一次的 中區的特段會議 然後 最開始就 實際上運作 那我們自己的 運作方式 主要會以 講座開始吹廣這樣子 然後 再來就是大家知道的 六月九號 教育部的座談會 以及 當天晚上 八輛大的 關注的 大車時間 謝謝 那我們一集的主要方式 主要是 這個 五月一號是 湯醫師為 然後 這樣大家在 Fbook上面看到的 就是 網路以及 主持的音作 主持音作包含說 我們只會跟大家講的 那還有一集講座 我們在校內就是 辦了很多場 開放式的講座 那來的很多 就是 高中生 高中老師 以及 社會人士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 傳播媒體 傳播媒體 大家都知道是 體驗媒體 然後還有網路媒體 跟電視的新聞 這樣子 那 關於平博爾素同社 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我們主持的 運作的模式 那其實我們 根本這件事情 我是蠻像的 就是 以 以數位 關心社會議題的 採用一種的學生 然後 就是 其實我們的人數 大概只有 三到五個 在 主力是放在客廣為教 這樣子 對 那其實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們這樣組織 就是獨裁運作啊 或是我們 我們就要代表權一種發展 那我想不是的 就是 其實我們的人數 非常的少 然後在運作方面 大家就是共識 大家討論這樣出來 然後 我們當然就不是要代表權一種一種 而是希望說 透過我們幾個人的努力 可以讓台中一種 以及社會 能夠關注更多的疫情這樣子 然後 這就是我們五月後 當天的照片 那就是 截至於自由時報 對不對 那我們在當天的話 我們 教慶當天 我們在 中午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是 藉由這次 詐實到說 教慶會有很多的校友 以及媒體來參訪 所以我們在 這就是蘋果樹 然後我們在下面就是 進行的 中午的時候快餐活動 那就是 流料從輪 這就是左邊 然後他就是 帶大家口號 以及 做媒體的訪問這樣子 再來就是 中區的時候 跟平台 那他在裡面 中區反黑箱 課剛學生聯盟 然後這次是 logo在裡面 那我們的發展裡面 其實是 平等 誤會 解複助的 那我第一次講說 就是我自己是 在意 代表性 以及平等權 這方面的問題 因為在很多的傳統的概念中 大家認為說 一件運動可能就是要 引導式的寡頭正式 就比如說是上下階層式的互動這樣子 那我希望就是可以把這樣的價值觀去翻轉 我希望就是變成一個平台式的討論平台 對 那這樣可能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嗯 要怎麼講啊 就是 可能是效率不高 就是運動的效率不高 那我在這方面我要講說 其實 領導式階級的組織跟 平台式互動的組織 是可以併存的 就像幾次內和幾次外的運動 是可以併存在這個社會上 也就是 我們一直在強調的就是 多元價值的呈現 我們是跟教育互體一樣 對 那我們未來也常常是希望我們在 這次的事件之後 我們希望能夠便宜 就是在各銷售便宜 讓各銷售都可以鼓勵的運作 因為我們是才說 需要是共識訣 但是執行是各自執行 以前故意 或者是以故意的方式來進行 所以說我們希望在這次事件結束之後 各銷售可以足定產生自己的運轉 運轉的能量 對 讓在各銷之內的議題 可以比較脫離說 可能大家覺得說 我們學校中央我們在關注一些議題 這樣子的狀況 對 好 那再來就是第三個組織 就是社會觀光師想像與實踐讀書會 那我運作模式就是廖崇文跟學校方面就是申請的合法日 合法體制內的讀書會 那剛好遇到課剛微調的議題的話 那我們就是借著這個場地 然後跟學校申請 然後辦了很多次的講座這樣子 那我們這個組織會在之前的話 我們有點跟舞者舞重道 就是每個禮拜五的晚上 對 那我們關注的議題其實也是能夠 就是包括說 之前講的 剛剛政府有講到說 就是大陸山開坎的那個議題 然後還有 還有末代探論範園 對紀錄片的國法 以及各式各樣的社會議題 那這個是華益分教授 於六月五號的講座 我們那時候就是上個禮拜年 那我們就是很緊急的找很多的教授 那華益分教授就是一不容辭 這樣從他來給感謝他 那他在這場的講座時中 他講了很多歷史教育的東西 主要是跳出於程序以及內容之外 教育視野的想像 那他在日中提到很多的 像是柔信課綱 以及德國和獨森堡這樣的國家 他們會怎麼樣發展他們的歷史教育 他們的歷史教育是屬於柔信的 他們主要是想要從生活中到開始去學 而不是像現在的教育 我們可能想要的是政府的歷史 而不是人民的歷史這樣子 好 下一頁 那再來就是 教育部就會把 欸 打錯了 是6月9號 不好意思 那大家在這之前可能會覺得說 教育部就在魔頭啊 然後我跟廖松本來不太贊同說 教育部會這樣不在魔頭 可能會這樣跟我們討論 然後後來正在媒體上講到的 就是他非常的奔怒 覺得教育部真的 結果他真的是在魔頭的 那我們對於這樣 這場的會議有幾點的疑慮 就是時間點問題 雖然說他的公告的時間 已經比之前圍調課綱的時候 那樣的公聽會來得長了 雖然他只有在我們學校是禮拜二 而且是平日的晚上 那其他的公聽會也是在林後田這樣子 那這樣也幫這個宣傳一下 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去聽的話 那也會拜託大家一定要去聽這樣子 那這個樣子就是 造成很多學生不方便 而且非常地緊急 學生可能要讀書 或者是家長 家長沒有事件告知幫他來 那雖然說他有啟動網路上的平台 YouTube的直播 但是他在網路上的直播 真的是沒有辦法做實際上的活動 那部長在會議中也在強調說 他是在會議之後才進到教育部來的 那我要怎麼會覺得說 那部長是不是在卸責嗎 就是明明你是個部長 但是你一直垂卸責任說 那次事務館把問題都推給事務館 然後很多問題是由事務館來回答 或是教育部來執法 把親自來回答這樣子 所以說就造成說 我後面跟我說 部長你是不是在回答時間啊 然後逃避問題啊 也就是 他在後面甚至提到說 他是外省 外省跟本省的問題啊 他就說他自己是外省的 那我們覺得說這個人也在背負 對 那就是說 其實也講說 其實我們覺得啊 在課章裡面 統足自家議題這樣子 可是那議題是 我們要代言學生 這些學生有什麼樣的教育 包括說對於學生在畢業之後 能夠對於 在社會上思考的能力這樣 那這邊有個問答整理 就是這個網址 那 因為大家可以幫他頂上去 所以說我們在 這邊有發放資料 大家可以看一下手上的資料 所以部分是問答的整理 對 那在這邊詳細的幫大家整理一下 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在 理解說當天到底有什麼問題這樣 好 我又答錯 這是6月10號 我們上回記者會 對 當天是我們主要的第一個點擊啊 然後 我們在討論的就是 講的就是 嗯 在 公聽會之後 我們對於 教育部想要做的 那種呼籲 然後我們就邀請了 媒體朋友們 麻煩我們學校做採訪這樣子 對 所以說我們認為說 過程其實沒有辦法達到實質的問題 對 變成說我們需要 希望得到溝通 但是 事實上 教育部這個自己講實質的 我們沒辦法進入他的討論 這樣子 還有就是我剛剛講到的 部長是不是在 用伺服官幫你背書 或者是卸准呢 然後也是教育部長 教育部的態度很像有點逃避 對 眼睛的那種正面的回答到我們問題 所以說 我在那邊打 有動身體戰鬥 這個是釣腸的影響 對 就是他在講說 如果說教育部這樣機率下去的話 我們是不是應該上街頭的 所以我們覺得說 這是有可能的 那就是看什麼事情的發展 但如果說要進行農活動的話 你會在我們的分子中 要上公告 希望大家可以來這樣子 好 捷運 捷運的話 我們自己的立場是希望 能夠退回或暫緩這樣的課綱 那時關的部分的話 我想 這還有大的討論空間 那我們希望說 能夠透過一個 公開透明制度的變革 然後 打到說 嗯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個課綱 然後再遠一點的話 長城的目標 我是希望說 嗯 能夠達到多元時關 幾級流行課綱 像是 嗯 像剛剛講到說王小波啊 他在講說 統派是在抬擊的 但是很扯的是 你的 你的那個 委員名單裡面 都是統派的啊 那 那這樣要怎麼達到說 我們要的多元時關 和流行課綱呢 這也證實了說 教育部是不是在哪 多元價值 在打他多元價值這樣 那我們希望透過以上的立場 然後我們就是要想說 教育不會是成為政治的工具 它是屬於人民的 對 然後所以說我們希望說 在歷史以及其他的教育之中 我們能夠讓學生得到的是 多元的思考能力 希望在一些議題上 不是只有一種看法 在不同的史觀上 能夠得到一個 自己認為的結論 而不是說在課本上 直接告訴你的 那是怎樣怎樣的 所以說我們希望 考試跟教育 不會被綁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達到 教育手綁考試 對 那考試的話 那就是這個問題的話 算是比較大的 討論空間 但我們希望 交給更多的專家學者 做討論這樣子 所以說 我這邊打一個東西 比較像 走一樣黑箱 還是打成公眾餐 我這邊跟一位老師在聊天 我在聊天的時候想說 學生這樣的 現在的情況 是不是想要去 自己制定 一個合理的課綱 那我的想法是 學生在這方面可能是 背景知識可能是 不夠專業的 那我們希望說 能夠落實真正的 就是多元價值 希望與老師做代表 然後該名老師在學校中 可以跟學生互動 以及嘗試課綱的 視角這樣子 甚至可以找 已經畢業的社會人士 當 比較說現在 視角的課綱跟以前 他所學到的課綱有什麼樣的差異 那我們希望在一個 審議制度下 能夠達出結論 然後讓老師能夠做代表 這樣才有 辭職的代議情 對 所以說 我們希望就是 大家 能夠參與 教育 因為教育不是只有 學生 該注重的東西 包括說 執行者是老師 然後 受教學 以及社會大眾 都能夠關心 教育這樣的問題 對 那之後 如果有什麼問題 我希望就是在Q&A 之後大家可以 有更多問題的產出 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